一个都没剩啊 这也太狠了 怎么办 你 你不会是 想让我用嘴吹吧 不吹怎么办 好在是今天发现了 要是明天再发现 吹都来不及除了 后备箱打开 这是谁啊把车停这儿 这么没素质 你先进去吧 我等会儿过来啊 你快点啊 走 这吹到什么时候 我脸都疼死了 再帮我呢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世界上 有样东西叫做充气筒吗 我当然知道了 你都拿走了 我是要哪儿充气去啊 来来来来 不早点儿来啊 再帮我逃死 你们俩穿得这么正式 不会在这儿约会呢吧 你有这功夫三八 都吹着三个解球了 放心 我今天保证超额完成任务 我还请了一个外援 还是个赚老李 是吧 我们现在正缺人手了 快来快来 来来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罗畅 照着八经的飞行员 这位就是我姐 何大叶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这是猛哥 何大叶 你初次见面 你好 又难受了 你看啊 我就说你波姐喜欢的款 人家看你都吐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没事 干活吧 肯定是肠胃的问题 不带你去医院吗 不带你去医院 还干什么活 赶紧来干活啊 要不还有这么多气球呢 我去 他们全是用嘴吹的呀 难怪给吹吐了 我 干嘛 我会真要去医院啊 演戏演全套是吧 真没事 再这样会儿就行了 里面那么多事情 待会儿还要进去呢 不行 你看你这三条两头的吐 也不是回事啊 还是去医院查查吧 再说 你现在也需要点时间 自己冷静冷静 有什么好冷静的 这一天 迟早会到来 我也想过了 我们总是要开始 自己的新生活 开始自己的人生嘛 只不过我没有想到 会用这样的方式见面 没有想到这个人是刘丹 那我问你 这两件事情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到底是他有了女朋友 还是他的女朋友是刘丹 这一点你必须要想清楚 还是去医院吧 你这不是胃的毛病啊 是正常的妊娠反应 什么反应啊 怀孕了 告诉你 我昨天晚上本来就是喝多了 他们拦着我 你现在叫什么 叫给我警吓十年 去做个笔操 怀孕了 老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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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我现在不想回答 婚礼县长 还有很多事情要不做 我们回去吧 你要回什么婚礼县长 我先送你回家休息吧 再说现在婚礼县长 刘丹跟罗畅也在呢 你这么回去不是找不自在吗 就是因为他们在 我才更要回去 谁让谁不自在 还不知道呢 对了 你刚才不是在车里问我 两个问题吗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 两件事情 都让我非常不舒服 你说老何不会有什么事吧 我这还挺担心他的 要不咱俩去医院看看他吧 跟你说话呢 应该没什么事吧 要不然我去吧 是吧 你来人干活 走不都没人干活了 对吧 我去 你干我去 对对对 你一姑娘这么晚去也不安全 再说了 这也是你们的地方 我也不会弄了 行吧 都差不多了啊 辛苦你们了 你回来了 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我怀孕了 什么 我怀孕了 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你们怎么都不恭喜我啊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 怎么就不值得高兴了 我要当妈妈了 对 今天 是你把你的男朋友 第一次介绍给我认识的日子 应该普天同庆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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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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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